- 大家好,欢迎收看价日有动机 今天的话题要从一位科学家说起 Jack Stenberg出生于德国的佛兰克尼亚 身为犹太人的他从小饱受战乱之苦 为了逃离纳粹的统治 1934年和哥哥被指引者们带上了美国的土地 长大后的Jack成了一位物理学家 并在1988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的儿子Ned Stenberg并没有继承父亲的科学事业 而是成为了一名艺术设计师 1975年Ned Stenberg从马里兰艺术学院毕业 并获得了雕塑专业的学术学位 之后他和Stuart Spector合作下一个工作室工作 在1976年刚刚开始有所小成的Spector 想要涉足低音吉他的制造 他想要制造一款既美观演奏又舒适的贝斯 于是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合作室友 虽然Ned只是一个家具设计师 也并不会任何的乐器演奏 然而最终他却设计出了一款足以展入历史的贝斯 它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NS系列 然而这也只是Ned涉足乐器制造业的第一部 无头吉他的概念作为Gibson的吉祥物 Les Paul本人在50年代就有类似的想法 1975年分担的一名员工 Jim Fields在一次产品实验中 无意中生产出了一把无头贝斯 原本这将会是一个开创性的发明 可惜被保守的营销部门否定了这个项目 Ned Stamberger为Spect设计出NS这个爆款造型后 他也开始对乐器制造产生了兴趣 因为Ned本身并不是音乐家 也并不懂乐器演奏 然而这却使得他能够打破常规来设计一些极不创意的产品 经过几年的不断实验 在1979年的全美音乐商人协会的夏季展会上 Ned展出他的新产品Led2 Bass 不同于所有传统吉他的设计 Led2并没有一般Bass那样硕大沉重的琴头 也没有采用传统的木质琴锦 而是使用了更加轻便的碳纤维和环氧素质材料 Led Stamberger也在1980年正式用自己的名字成立了Stamberger这个品牌 他设计的L2 Bass让他收获了各种荣誉 Led乘胜追击 开发了新产品GL2 G-L2的吉他版本 标新利益的设计 使得产品供不应求 于是在1983年 工厂搬迁到了纽约州牛宝 更好的设施也大大提高了产量 之后 Stamberger也设计出了一系列品牌专属装置 1987年 Stamberger推出了著名的GM系列 但是这个时候大量的订单也让Led本人感到困扰 Led和父亲一样热衷于技术研究 对品牌经营却并不擅长 于是他将工厂出售给了Gibson 但是接下来Gibson却没有很好的经营 一直到1999年 Stamberger停产一年后 才推出了低价位的子品牌 Spring by Stamberger系列 2000年Led也被Gibson 重新召回到自己创办的公司 但是物是人非 之后的Spring也不再以新材料作为卖点 但是依然还保留着无头吉他最基本的特色 如今我们能在市场上购买到的全新Stamberger 也只有GT Pro和XT的两款 售价也是一般低端型的价位 GT Pro沿用了原始GL2的球拍造型 3拼的封木琴锦 加上24拼大号品丝的合成五木纸板 琴体采用了4拼的段目 25.5英寸的有效显长 虽然配置大大的降低了 但是这个价位还是带有经典的双球头琴弦的设计 不同于普通的吉他 他没有琴弦缠绕这个概念 只通过琴桥末端的螺丝拉伸来改变音高 同样Stamberger也取消了上弦枕的设计 空弦采用了品丝来代替 也就是所谓的零品设计 这样可以让空弦音和其他品上的音色保持一致 新期为Stamberger自制的HB1 SC1 HB2 常见的双单双五档切换 琴码采用了活动式的设计 在调整好八度后 可以用右脚扳手锁定住 Stamberger的R-Chamberlode 双音系统和大部分常见的琴条都不一样 它只靠调节一根弹簧来控制琴条的拉力 底部有一个锁扣 可以将整把琴改变为固定琴条 和主流的Foreader Rose类琴条相比 调节稍显繁琐 琴底侧面有一块金属板 可以打开用于支撑琴体 使得小琴体在坐姿下也能舒适的演奏 这个也是Stamberger的专利设计 XT源于最初的Lead2系列 配置和GT Pro系列基本一致 不同的是XT还有一个可以DropD的琴条版本 由于双球头的琴弦比较难购买 价格也比一般琴弦要贵上许多 Stamberger也另外设计了可供一般琴弦使用的琴头适配器 但只是作为选配来发售 同样这个装置在国内也比较难购买到 所以也有一些第三方做法 绑制了一些同样的产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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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